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往宝强和马荣之后,最近往上无竹林的世界又传得沸沸扬扬,相信很多人应该有所耳闻吧。 出国多年的塔,如今回来了,没想到居然还带了一个比自己大了十多岁的加拿大老婆,让人大跌眼镜。 其实,这个女孩儿也不容易,从小就因为身份的问题被媒体关注,没有一个美好的童年,吴卓琳和加拿大女王通通性恋婚姻这件事。 妈妈无起力表示尊重,但成龙却一直没有表作态,可能就像他自己说的一样,自己和成龙没有什么活泽,也不想去打扰对方的生活。 不过,最近网络上爆出了很多关于吴卓琳的新闻,比如欠了两千多块的房租,王东没办法只能报警。 最后闹到人间结局,还是妈妈吴卓琳过来,帮他收拾了烂盘子,作为成年人,连自己的能力都没有。 这点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,既然选择了叛逆,却又没有这个骨气,难道不应该活出各样子来,给别人看看吗? 吴卓琳一个人抚养他长大不容易,不仅没有想到孩子的福,还是是为他操心,没有结婚生子这样正常的生活轨迹,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。 吴卓琳这点做的确实不是很妥当,身为成龙的女儿,居然落魄到连房租都交不起,很多网友都表示他配不上这个身份,小编认为这么说就有点过分了。 吴卓琳自己根本选择不了自己的出身,从小到大都只能被迫接受,活在成龙的光环或者阴影之下,更何况他情况特殊, 面对这样大的压力,最难受的恐怕是他,在吴卓琳事件后,成龙更新动态,一段话,男人寻味,虽然看上去好像是在说歌曲,但其实是在表露自己的心声,从画中可以看出,成龙也很无奈,人生在世,没有谁是容易的,有得就有失,人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, 很多事不说,并不代表没存在,这样的感慨,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有言外之意,体会到了成龙的心酸, 网友们表示,这才是大哥,成龙能走到娱乐圈,人人都叫他一声大哥的地步,集中出了多少汗,流了多少血,吃了多少苦,受了多少累,只有他自己明白, 人无完人,谁都犯过错,但终究会过去,不是不疼,只是不想再触碰,说实话,小编我从不追星,但是唯独佩服两个人,一个是成龙,一个就是周星石, 他们是中国电影史上领程碑式的人物,如果没有他们,国内的电影会是怎样的一般情景,我们这一代人会秩序多少的笑声? 成龙,值得被人尊敬,更值得被教育生大哥,无热烈事件后,成龙更新动态一段话男人寻味,网友,这才是大哥,你们对成龙有什么样的看法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